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的想要减肥 心理上就要有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 且做好一下这几件事情 也会让减肥变得容易很多 减肥要遵守的原则一 规律饮食 少吃零嘴 对于工作一天的人群来说 往往是光吃三餐是不够的 大多数人都会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给自己准备点小吃 夜空自己热的时候去食用 但也正是因为让自己全天总摄入的能量超标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加瘫这件事 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 最好不加或者减少食用零嘴的机会 同时 还要加上的一点是要做到饮食规律 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你全天摄入的能量减少 从而慢慢的让你的体重控制在不波动的情况下 最后才能够真正的减去机体当中的脂肪 减肥要遵守的原则二 选择营养价值高 且热量低的食物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 并不是需要你们每天不吃饭 而是选择正确的食材 首先去选择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且在热量上比较低的食物 如粗粮 玉米 桥烂 燕麦 豆类 白薯等 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 但是其中的营养并不差的蔬菜 如土豆 山岗 芋头等 可以把这些蔬菜当作主食来食用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减少一些热量的摄注 对于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还能够有所改善 最终达到营养均衡以及减肥的目的 减肥要遵守的原则三 运动减肥 最离不开的一件事情就是运动 虽然说起来十分的简单 但是如果真的要吃吃 并且坚持下来的人群却很少很少 这就要靠你坚定的意志力了 如果你的意志力非常顽强的话 那么每天都运动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了 平时的话大家可以做些有氧运动以及力量上的训练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还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 对于体中以及肌体中的脂肪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各位朋友 你有想要减肥的念头吗 对于减肥 你还有哪些更好的办法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 我们下方评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洛 我们下方评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洛 我们下方评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洛 谢谢观看